行驶18天跨越28000公里以后 这列火车在上星期准时抵达伦敦 这列火车途经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白俄罗斯 波兰 德国 比利时和法国 最后穿越了英吉利海峡 68个集装箱内 有家用物品 服装 布料和箱子等物品 这是海运速度的两倍 就像我说过的那样 这比空中货运要清洁和廉价的多 污染比空运少了20倍 但火车的意义远不止于车上的货物 分析人士说 这次历史性的旅程还带来了政治信息 那就是中国正在打造新的贸易路线和市场 来自中国的货运列车 已经可以向15个欧洲城市提供服务 这是北京一带一路项目的一个部分 中国国内市场 现在似乎是饱和了 所以中国方面急于寻找新市场 来消化过剩产能 显然 货运列车对中国制造商来说 是很好的载具 可以帮助恢复中国国内工商界的信心 在列车抵达欧洲之际 中国还迈出了另一个历史性的旅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了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 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与会 他发言称赞全球化和自由贸易 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 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 打贸易战的结果 只能是两败俱伤 这几乎是毫无掩饰的在反驳美国总统川普 对中国贸易政策的批评 以及川普在谈未来任何交易时 都坚持美国第一的誓言 分析人士于杰说 中国看到了制衡美国的机会 新的历史时代开始了 中国显示出要在国际舞台 承担更多责任的意愿 并试图发挥某种负责任的领导作用 在达沃斯就是这样展示的 在反全球化声浪高涨的欧洲 习近平力挺全球化的讲话受到了欢迎 那么新的美国贸易政策 会不会驱使欧洲向北京靠近呢 不要忘记这两个经济集团 在自由市场方面的看法 有着巨大的分歧 他们就这些自由市场的观念问题 逗了很多年 这不是欧盟和中国一夜之间就能化解的 不管怎样 分析人士说 川普政府可能会带来 全球贸易关系的新时代 但这种关系重组的结果如何 还很难预测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